大家好我是清潜 今天又搞到了一个特别大的泡沫箱 我发现像这种三四十公分深的 特别适合用来牵擦太阳花 因为比较耐干 我先是在下面给它搓了很多的小孔 这样子比较漏水性比较好 还是像上次一样的 在下面呢 给它垫一点这个煤球渣 用来做一个滤水层 这样子不会烂根 我们也可以打散 像我这样子呢 怎么方便怎么来 没有给它敲散的 就直接这样子 我们一定要就是这个孔一定要朝下 这样才能起到一个滤水的作用 然后在下面呢 这个是我的木和叶子 夏天已经干枯了 我就没有扔 这个全部垫在下面 像这种呢 它自己腐烂了呢 也有一定的游戏 然后呢 也能起到一个滤水的作用 像我们如果当没有别的呀 也可以不用扔 这个也很好的 又收松透气又漏水 这样子 因为太阳花它是浅不细的 所以呢 上面垫一点这种也比较好 等到根长到一定的时候呢 它这里也画的差不多了 这就是我刚才进来回来的 给它用进去 然后给它压抑啊 米叶子种出来的花比较好 然后上面呢 我就搞一点这种自己家里面的圆土 在上面 好我们这个上面呢 是铺了一层这个圆土 圆土呢它比较肥沃 压一压 因为这个辅液土呢 它质地比较轻 我们这样子压一压 它这个还是会下沉的 随着时间 弄好一下呢 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 扦插太阳花的枝条了 我现在都是把所有的颜色呢 混在一起扦插 这样子就好了 我们现在来扦插太阳花 好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 扦插的比较密一点的 因为扦插密一点呢 不容易长草 没有时间拔草 当然有些人说太阳花的枝条很能长 不需要扦插那么密 看自己个人喜好 你也可以擦的比较疏松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密密的 然后到时候呢 如果它的花苞一起开 就特别漂亮 长度呢 我们就随意 因为我枝条比较多 所以呢 我就是一般就是三五公分 十来公分都可以 如果你们比较 就是枝条比较少 可以每段弄成三五公分就可以了 枝条比较多的话 我们就可以留长一点 这些都没有就是说很明显的 非要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可以大家随意一点 种花这种事情 只要活着它能开花 我觉得过程不是特别的重要 我们最近这边气温室外 最高气温40度度应该有 最好是傍晚的时候吧 给它浇透一次水 这样子呢 两三天基本上就会长根 我们如果判断它有没有长根 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像这种枝条呢 如果到时候编上很多厕枝 就说明已经成活了 不用滴溜起来看 牵插最忌讳的 就是你有事没事滴溜起来看一下 其实不用哈 就观察它的枝条有没有长啊 侧枝有没有长出来啊 侧枝一般长出来了很多呢 那就基本上说明成活了 太阳花很好成活 只要你的土啊 不是那种特别不透气的 它都能成活的 我这个估计过一个月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爆花的状态 就是土壤要给它用肥沃一点 它长起来会特别快 夏天就是太阳花的天下 天天都有太阳花观赏 太阳花是很划算的 又好痒又好看 所以每一年都会种一点 这个有点不够 我准备再掐一把插进来 我们打顶的枝条呢 舍不得人呢 就多准备一点像我这样子的泡沫箱 或者是瓶瓶罐罐 就直接给它这样子插进来 新的枝条呢 开出来的花会更多一些 老的枝条呢好像活性有限 就如果不经常打顶呢 好像花开的没那么多 后期到了花苞和花朵盛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集中给它补一下零甲肥 零甲肥主要就是促进枝条的渐状 枝条的渐状呢 花苞才会接的多 而且花苞会比较大 基本上就这样子了 然后呢我就给它浇透水第一次 我要把它搬在前面那个 我垫了那个圈的地方去 像那个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垫一下呢 避免下大雨的时候积水 好我是每天分享雅花小自食的亲亲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 转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